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鄺俊宇就遭到香港警察以行刑式的拘捕 先以警棍一下勾到腹部 然後另一隻警察就一個戰步衝過去 用膝頭的跪下他的頭 這些行為當然引來社會嘩然 以及公眾人士的猛烈評擊 在今天這群香港警察就趕出來解釋 就說鄺俊宇把一個水樽雕向現場警務人員的方向 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而被捕 你們這群香港警察說得這麼具體 雕水樽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現場記者這麼多媒體在進行現場直播和採訪 如果他做這麼大動作的行為 怎麼都會被人拍到 香港電台的記者直播現場的實況 是拍著鄺俊宇毛利頭給你一棍咬下去的腹部 然後應聲淚低 根本上就沒有做到這些行為 鄺俊宇怎麼說呢 他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說作出嚴正的澄清 絕對沒有向警員刁水樽 一直以來鄺俊宇使用議員身份在前線監察警方行動 並且緩衝警方和市民之間的衝突 當晚鄺俊宇被警方以暴力的手法制服和帶走 警方及後指鄺俊宇涉嫌將一個水樽刁刑警方 因受傷而留意 鄺俊宇表示絕無此事 根本就是砌生豬肉 就是沙安白做 就是腦屈 如果你是有證據的 麻煩你拿出證據來 甚至乎你警察自己也有人在現場拍攝 拿影片出來讓市民笑一下 鄺俊宇調水樽 說出來被人笑 鄺俊宇怎會做這些行為 拿出來讓市民看看 鑑賞一下有沒有影片 拍不拍出來 吊水樽 這麼大動作 你不是想出來和市民說 一條影片證據都沒有 就指控人家吊水樽 誰見到 你們警察見到 鬼閉眼 創作文章 殺案 根本上你們傢伙 就是想借著指控人家吊水樽 來試圖合理化和正當化 你們警察對於鄺俊宇 作出這個行形式的拘捕 而且你又可以轉而視線 使得社會大眾 就去集中討論 到底鄺俊宇有沒有刁水樽 然後就淡化了你們警察 向他們行私刑這些暴行 再者 你就是要製造一個既定事實出來 讓你在這些藍絲群組和圈子當中 在這裏流傳而已 因為那些人完全不會做任何的 核實的 不會做任何Fact Check 好了 你們警察去指控人家吊水樽 那些藍絲就馬上跟著起舞 跟著你的指揮棒 跟著你的主旋律 是不是 就指控鄺俊宇 跟著你一起去 你就是想造成這種輿論聲勢去支持你們 事實上你這件事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完全是沒有任何灰色地帶的 根本上不能讓你這樣弄虛作假 麻煩你快點提供證據出來 到底鄺俊宇是如何刁水樽 他刁是一個什麼的水樽 水樽裡面是有沒有水的 你拿出來和大家攤開說吧 不要躲起來 不要在這裡說完就算了 你說他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拿出來讓大家笑一下那些證據 根據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瑩所說 他就說 有電視台將昨晚鄺俊宇被捕的片段 以及水樽出現在警察前的片段 剪接在一起 但是鄺俊宇根本沒有刁水樽 而他就是當時的目擊證人 喂 人家作為一個區議會主席 不會吹水了 不會說謊 如果你說他說謊 你拿證據出來指控他 完全是拿不出來的 如果真的有發生過這件事 你香港警察還不像撿到寶 那樣馬上召開記者會 召行中外記者去採訪 在記者會上播帶嗎 根本上是沒有的 有你就拿出來 不要收起來 珍藏 那時候 根本上你這個香港的司法制度 所謂的法治 就是有問題 你這個鄧炳強 就網稱這幫香港警察是神聖的執法者 這些完全就是洩毒神明的說話 告訴你 你有多神聖的請問 你這幫所謂的執法者 就是善於砌人生豬肉 善於生安白做 無中生有 原來你們做完這些行為之後 是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的 是沒有任何法律後果的 你屈原市民也好 議員也好 記者也好 什麼人也好 當你發現查明真相之後 發現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根本上是虛驚一場的 或者根本上是指虛烏有的 但是你警察部 是完全不需要負上丁點的責任 這個就是問題 你抓人回去 你就不停濫捕濫告 這個律政司又全面配合你警察部 完全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所以就使得現在香港禮崩樂壞 老屈人的 就不僅是香港警察 還有民建聯的葛佩帆大博士 今天在立法會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葛博士就去質問香港電台 就說 這個鏗槍集最近在《蘋果日報》的網台上架 為什麼播鏗槍集的時候 連香港電台的揮號都不見了 是不是香港電台現在幫蘋果製作節目呢 廣播處長梁家榮就折迫他 一下就KO了他 說蘋果是買入了相關的版權 是可以播放的 不懂你就查一下 如果你沒有買版權 就播放人家 你就侵權 可以控告他的 葛佩帆就說 買了版權就可以播放 連Logo都不要 整個節目為他們製作 怎麼賣 收多少錢 為什麼只賣給蘋果 這樣就只有蘋果買 這麼簡單 不適合你民建聯 就去買你這麼多錢 簡直都無理取鬧 他就繼續問 說是不是要招標 或者有什麼程序 可不可以回答清楚 廣播處長梁家榮就回答他 是跟足了程序處 任何人想買香港電台的節目版權都可以 喂 不適合你割配凡自己的銀河包去買 就可以日播夜播 對不對 想冤禮港台又說 別人幫蘋果製作節目 鏗槍集 一早就已經出現了 鏗槍集出現的時間 比蘋果日報還早 怎麼會為蘋果日報走去製作節目 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邏輯 針對香港電台還針對香港電台 麻煩你也給一些水平出來 不會說這些話 好了 最後就要說一下 關於海洋公園的問題 今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針對海洋公園的新撥款計劃 將會由106億減到54億 這次撥款和早前提出的性質完全不同 這54億是純粹為救忙 急需撥款給停業3個多月的海洋公園還債和繼續營運 如果不能獲得任何撥款的幫助 海洋公園可能只會面對一個出路 就是倒閉 麻煩你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能倒閉 也只好倒閉 海洋公園自己經營不善 竟然間就要官出來 作出一種要脅式的言論 不撥款就倒閉 那你就倒閉 關人鬼事嗎 海洋公園這一家的公營事業 由聖志民擔任海洋公園主席的時候 他明明是賺錢 而且遊客人數是連連上升 為什麼換了主席以後 突然之間的生意就走下坡一落千丈 你不能抵賴 整個自由行的人數也是按連上升 而且你不能說海洋公園這個因素 因為海洋公園很早就存在 聖志民就把他搞起 風山水起 那是不是要對於海洋公園的高層問責 完全沒有說到這個方向 一味就懂得出來和市民說 要繼續倒閉到海洋公園 一次也是這樣 兩次也是這樣 那到底那些高層是否需要問責 一家事業在你手上 接手的時候 他明明是賺錢的勢頭是向上的 到你接手了以後一年 那個入場人次就已經開始下跌了 然後就變成了轉型為規了 到底有些人是不是要負責 完全是不需要的 而且你不要去帶別人 又說海洋公園如果倒閉就會令到二千人失業 那你就把海洋公園變成動物園 繼續留住那些獸醫 或者那些動物的護理員 繼續再請回一班人 至於其他那些 你解僱了那些 你就補足遣散費給他 然後安排他轉職轉業 遲早你香港也要走這個大方向了 你不能夠再像過去十幾年那樣 不停地依靠這個旅遊業 根本上的方向是走錯了 因為這個旅遊業對於本地生產總值來說 所佔的份額又不算是多 喂大哥 但是呢 你少數人賺錢就要全香港市民幫你埋單 是這樣的話 你隨便開發一個產業都能夠做到百分之十的 這個本地生產總值 是不是 喂 就著這次全球新冷戰的格局 你便開始要轉為投資一些實業 是不是 當美國和日本都說要有些廠房 是回到本國生產的時候 你香港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這些方向 而不是一比還在靠自由行 靠旅遊業 這些完全是靠不住的 你到其時又試著拖行 又試著撈人的腳 然後又到處便利 很討厭 你便告訴你不要再搞這些旅遊業 趁著現在的方向 好去反思一下 冷靜一下 是不是 你打算怎樣 到時候再開關口 又好像整個蛙鬼下來 麻煩你不要再搞這些事情 過去十幾年已經很討厭 你還玩夠沒有 而且又吹到大一大成二千人 那麼多 你這二千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全職員工 還是包括那些兼職 一個月翻一次 又計算下去 請問 麻煩你休藤華局長說清楚 最後 既然你說這個海洋公園要倒閉 那絕對是好事 又可以騰出土地出來 可以蓋枝座房屋 索性這樣更好 然後就把海洋公園變成海洋動物園 不需要玩那些什麼機動設施遊戲 拆掉它 不要玩 既然你都蝕本 無謂要香港市民這樣搞 長痛不如短痛 將所有海洋公園的高層炒掉 轉型為動物園 只是請回獸醫 護理人員 或者清潔員 已經很足夠 皮肺少很多 只是炒掉那些高層 都已經省了不少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